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军陕匪会之后 局势有文讯西路军失败 于是准备带着一些人离开延安去四川打游击 事发后 他被保卫局关了起来 关在康大总校的一间救药洞里 负责看守他的 是康大警卫排 排长为邓月 这一天 战士们向邓月报告说 关着的闹着人不停地骂 邓月生气了 走到窑洞去看个究竟 结果吃惊不小 这不是许军长吗 邓月是红四方面军的 再给詹裁坊当警卫员时就认识许诗友 他见窑洞内比较潮湿 于是抱了两大捆麦草 固在里面 还买了一只烧鸡 送给了许诗友 一年后 许诗友去了抗战前线 两人也没有联系 1953年 志愿军四十军副军长邓月抗美援朝回国 国防部在北京饭店设验款待抗美援朝功臣 邓月坐的七号桌 于许诗友坐的二号桌靠近 许诗友时为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侧眼瞧见了邓月 瞧了一阵走过来问道 你最早是在哪个部队 报告首长 我原是红四方面军的 在三十一军 有个叫邓树金的人 你认识吗 许司令 我就是邓树金 后来改名叫邓月 怪不得我瞧着你有点像 但名字不对 原来改名了 小邓你还记得不 在延安抗大时 你还给我买过烧鸡吃 其实邓月早就看见了许诗友 只是先于场合 没上前说话 许诗友当年延安坐牢 自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于是邓月有一回必说 啥时候的事 我咋一点不记得 你不记得呢 我没忘 知恩徒宝 你小邓是个好人 我敬你一杯酒 自此以后 许诗友和邓月两人往来不断 六十年代 邓月在旅大警备区担任司令员 以此 许诗友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希莲 热情地推荐邓月担任他的副手 许诗友在红军时就是陈希莲的老首长 他立即表示遵命 不久 邓月升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在晚年 许诗友从广州回到了南京居住 邓月在南京军区担任副司令员 以此 邓月因为胃癌做手术住院 许诗友文讯 常常来到病床前 与邓月相伴 口中念着说 你是好人啊 1985年10月 许诗友去世 邓月哭着说 许司令员你才是大好人啊 我送了你一支烧鸡 你记了我一辈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